新北市有一家地区医院呢 专门收容重症患者 最近遭到五名月籍看护的控诉 说超时压榨 那么院方呢 那么最后呢 找来这个加重夜班护士的工作量 让护士身兼看护的责任 结果爆发了护士离职潮 也有民众检举了这个病房的画面 说不大白天 当时有五十多名患者 但是现场竟然只有医生 以及护士各一名 就是这间分别遭到 新北市卫生局跟劳工局 丁壮的地区型医院 专收呼吸仰赖的重症患者 大白天的由无形院长 亲自负责带领参观病房 六十个病床 五十四名病人 却仅仅一名呼吸治疗师 跟护士照料 难保分身法书 白天班就两位这样子 白天一个晚上 就因为医病人数不成比例 上周六五名月籍看护报警求助 爆料工作两年每天18个小时的超时工作 时薪九十六比正常少了七元 院方未请看护变相加重了夜班护士的工作量 身兼护士跟看护责任爆发三人同时离职 接着上门查证无计负责任不在员工低调不愿多谈 但从投诉民众出事的影片看来 里头不成比例的医病人数 看在家属的眼里不知作何感想 现在卫生局劳工局公权力介入 说要查个清楚 这些台北综合报道